大家好,應該來到第三節 沒錯,第三節 再次麻煩兩位拍檔 因為KO其實都要做業績 都幫我頂了幾節 上星期又幫忙頂 麻煩了KO和雷重 第一節都跟John說了 上星期頸有些問題 幾晚都睡不到 還好一點 怎樣做到? 沒有那些神經控 我想是勞損之類的 暫時都好一點 但是確切的原因都未必找到 會不會試試針灸? 有啊,很多東西都試過 反而看物理治療比較有用 我們剛才都說 如果網友有需要 可以介紹一下給大家 我之前跑馬拉松 第一次弄傷了IT群 就針灸五次就康復了 在阿蘭中心上面 旺角那裡 不過每次勞選都不同 都說不定 不一定是 是啊,我越來越覺得 醫學這件事有時候也很看過緣分 有時候適合那個醫生 無論你是西醫、中醫、什麼醫 都好,有時候真是人家人 嗯,也是 絕對是 那麼,台灣就 到達到幾天 都是一如我預期的市況比較旺 那我的飯店 就是住在順義區 順義區也是 比較中心一點 還有銀行或者不同的機構 都是在順義區那邊 所以偏向選擇 即使酒店比較貴一點點 但是順義區也是比較中心一點 簡單一點 你是不是住在比較新一點 那邊的順義區 就是 是不是近101那邊 那些 是啊 當然不是很近101 都是那個區域 因為很近 都是只有兩三間 就是大的 W Hotel 應該 最貴的價格就是那間 好像每晚三千元港幣 那麼 還有另一間 小一點 港人都挺喜歡 叫Humbug 那間 那間 W 3000 可能現在 是不是都是比較低的季度 我看到我去年12月去 都是2000 2000 2000 可能 有些港人就抓住這個 夏天最後的尾巴 那 就 抓一抓 之後回去 我不知道 但是 Ray 我看到 Ray 就是 平均來的就是 2700至3000 老實說 如果你說真的去台灣旅行的人 來說的話 真的很少會去住到 這樣的級數的酒店 是啊 一千 一千左右的大把好選擇 是啊 你有所不知 那些人是喜歡去玩喝東西 我坦白說 那間就是最接近的酒店 我坦白說 那 不同 就是 但是 我的情況就是 輕鬆一點 都是不錯的 都 覺得是可以 做完事也有找蕭先生 大家都知道 蕭先生蕭太就住在 這個 這個台灣那裡 台北那裡 那 始終都是 舊老闆 還有就是 也有一個 mentor 也要尊敬他 那 相片也不方便 放出來 因為也有我另一位 business partner 一起拍照 私下看到蕭先生的精神很好 是的 所以 都一定要 有禮貌地拜訪 因為上次 應該去年 蕭先生也來過 倫敦的時候 也有找過吃飯 所以我覺得 如果長輩 去到那裡 我也帶了一些 給蕭太 就是 英國 其實英國就 沒有什麼手信 除了 fish and chips 就帶不到出境 哈哈哈哈 那 有些什麼 威士忌 pie 那些 但是你知道 兩位老人家都不太喝酒 在 Fordham & Mason 之前 舌頭婆 其中一個 最喜歡的品牌 她的家 貨店 她掃了一些 茶 當然 是的 蕭先生蕭太都喝慣 台灣的烏龍茶 凍頂 不介意 都喝一下英國的 晚餐 這樣 沒錯 所以 如果大家有看蕭先生的節目 我親自看過她 錄影在家裡的地方 初時看片 不知道 整間屋是怎樣 去到 都很大地方 很捨義 她的身體狀況也很好 很健康 還有寵物 有兩隻 燒貓貓 就是 一隻 英國布偶貓 另一隻 就是養了一隻鷹帽 兩個月大的 叫燒當當 所以 燒三 有這些寵物 因為她兩個女兒 不是陪她一起 那三個女兒 不是陪她一起住 主要是燒太和她住 但是我覺得 有些寵物一起 我看到她 都很捨義的生活 都很開心 忙過 應該是賴總統 因為每天燒山 都是拍這麼多條片 真的非常之辛苦 非常之忙 所以 都找到 抽到空 星期日夜晚 就和老人家 一起出去吃飯 在SOGO 那裏 有一間中菜館 一起吃飯 都很開心 如果大家有機會 小生好像之前說 有些網聚 如果大家有空 都可以見一下 都非常之開心 台北哪間SOGO 在中校東路 還是 是啊 你知道 John問得好 因為一講SOGO 大家老鳳以為 在香港一定是銅鑼灣 還是 不是 是 有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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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比較混亂 所以 看到他們兩位都非常之開心 開會 都問不同的人的感受 尤其是當地台灣人 我記得上次問雷總 因為上次都是你的假期 又不是一個行業旅行 未必有機會訪問得到 真真正正正在台灣工作的人 我也問他們 你覺得怎樣 他們兩位就不是做半導體業務 所以 未必可能是很吃正 整個 Gen AI 整個範疇 或者industries 那 他們 現在有一位就是做 數字貨幣 有一位就是做一些不同的文化事業等等 我問他 你覺得 也有問過一間 美資的銀行 那個我也是做一個銀行 我都問他 你覺得情況如何 他就說 一般 我覺得 也不奇怪 因為 哪方面一般 我想 Gen AI 這個熱潮 帶動了整個台灣 都是世界的重心 或者一些焦點 都放在台灣 但是 不是每一個行業 都是這樣 吸收到整個Gen AI的水 譬如我剛才說 那個是 銀行員 如果服務的 國際客戶 不是真的直接接著 是Gen AI 可能是 舉例 我隨便說 可能是招待 大陸客戶的 旅遊業 那他很新 你連續三屆都是綠營 吃風 也沒有大陸客戶 另一個 人類農產品 這樣出口 大陸又少了很多 除非你剛剛那個省 或者那個市是藍營 好像局部是開放 有些是藍營的市長 或者是那些縣 如果是藍營的 好像說 就 特別是那些 就是開放的 但如果是台南 這個 什麼高雄 那些 就可能比較壞 但是 我問回 國際客戶 那邊 他就 他反而問回我 他覺得 他想出國去做其他 即是 那間美資銀行的其他職位 他說想做一些 private client 的業務 他問我覺得怎樣 那他給我兩個選擇 他說想過來香港 要不就去新加坡做 他問我覺得怎樣 我個人來說 我就advise他去新加坡 那我說 即是似乎 新加坡那個 經濟的活力 就好像是做得比較好一點 那我說 你會不會考慮多些 一些小小的新加坡 但是他就結了分 那他就覺得 位置來講 如果是 即是 週末可以 過半小時的飛機 就可以過到台北 可以探望自己太太的話 就會 比較好一點 那我說 當然 理解 雖然我 還是單身 但是如果有 另一半 有小朋友 一個近一點的選擇 那當然 都是 是你部分的 考慮 但是我說 如果 聽卡都還好 就不要過來做公務員 做公務員 基本上不請 你那些台政 怎麼這麼容易 真是 白洗一些 那個就 吃兩家柴禮 這樣 賺完最後一塊水 就難一些 但是 這位我的朋友 就真的 很想台灣人 就很難做到 香港的公務員 坦白說 但是如果說回那家 美資 就是 大銀行的話 那 就 都還有機會的 我覺得 就是一個 如果有些台灣人 我覺得 他還沒去到這麼 政治篩選 就說 台灣人我們就不請 我想還沒去到吧 兩位你可以留言 那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做銀行員的話 我不知道他們 他的意思是說 他是可以 有機會 轉移去這兩個地方 還是他可能就只是 剩下了 再重新找 還是怎樣 但是 其實 某程度上 香港 如果在銀行員來說 其實不一定 叫做很差 當然 如果看回 各樣報道來說 就是說 很多資金 都似乎 特別是 金融公司來說 其實都好像 將那個 招電 或者那個重心 就由香港 移到新加坡 但是 你都仍然有 就是 那個 那個 基數仍然 都不少 還有 另一方面來說的話 喂 現在香港 那些 洗費便宜 啊 新加坡 那些東西 都貴啊 就是 租金啊 等等 香港現在 反而會便宜了 連這個 A&F 又回香港 都回到香港 還沒想到 這個就是 保價就馬上跌了15% 那 當然不關事了 開玩笑 那 我也有 我儘量撇除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我跟他 就是 包括剛才雷總說的一個 就是 我都有跟他說 我說 新加坡絕對不便宜 我自己覺得 非常吃力 就算是 現在只是貴 不是開玩笑而已 除非你去 就是 新加坡絕對馬來西亞的 就是 就是上去 是不是做蝦 做蝦 做蝦 對不起 做蝦那個 你可以收拾一些便宜貨 到時應該這個 吸你五星吸的家 的碧桂園 可能賤賣一些資產 領回一兩間森林城市 那 可能不錯 那就回來香港 那 好像說 新加坡絕對還有一些 從家 還有 他說政府 就很推廣說 叫那些員工 是工作從家 可能是舒緩 對於 你們兩位 就是經常做事的 甲級社事樓的需求 就是不要是 全部都是 Marina Bay 很貴的 他說反而 很鼓勵那些員工 就工作從家 所以 所以 做Banker Banker 這些 就是叫做 people's business 真的 真的 真是針茶灌水 Banker 很難做 做 所以我不知道 他那個 實質的公眾 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 如果 工作從家 可以 在馬來西亞都其中一個 考慮 我也跟他分析過 他說 似乎活力上 如果撇材 活力的話 那 無可置疑 新加坡的活力 暫時來說 是比較好一點 而且你看到 客戶的數目 或者種類 都偏向多 就是 範疇多於香港 我相信 香港除了 你們兩位 傳統香港長大的 highland world 之外 只是大陸 為主 我想一成就其他人 但是新加坡 可能是 SEA country 即是印度人 或者你是中東客 等等 你的機會都會比較多 他不是Banker 他是Private Banker 他不是iBanker 是Private Banker 是 這樣就行 可以 香港有很多 王子 來開這個 家庭辦公室 上次說那個 縮小沙 網站都好像登入不到 那些 你不只是 打擊一個 另外一件事 如果看香港政府 最新的人口數字 來說 我們正在回升 OK 這樣 就是 有些 由 這個 國內來的人 是 人口數字 來的 所以 這些都可能是一個機遇 來的 所以 各位Banker 我就這樣跟他分析 但是他說 台灣的經濟 都可以 但是他說 始終 的Pay 都是比較低 坦白說 除非你這麼幸運 進入到 台積電 或者一些很核心的 中間公司 如果你正是 商業 銀行 或者其他 公司 坦白說 人工真是偏低 台灣的金融業 不知道為什麼人工 真是 奇低 特別低 平均我聽過 香港的三分之一 是啊 不誇張嗎 是很低的 我不知道 最順利就是 例如你們兩位 拿著香港人工 派你們去台灣做事 哇 這個賴清可以 我想你可以和 郭董一起在旁邊住也可以 相當正 我不敢說全部金融業 但是我聽過就是做 研究研究員 真的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左右 可能是香港的偏高 偏向比較低 是正確 那邊的產業 大哥 你也看到 台灣加權指數的權重股 和我們香港權重股的比例都不同 一直都是 偏向比較多都是 就是複製 另外就是問回 那個數字資產 就是做蜘蛛的朋友 他就做那間交易的CFO 他說 我也猜到 他說又是在等 當局去批一些 數字資產的牌照 我說這樣就死了 我感覺到 台灣的金融產業 都是偏向比較保守 當然你說香港是 有些消費投資者也算失去 因為其中的部分 可能是監管機構看得不緊 或者是有些 其他人的問題 但是 話畢香港都早過 美國設定了一個 Affairib的ETF 話畢現在都是有幾間公司 是不是十間八間 那已經是批了 是一個crypto的 一個交易牌照 其實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你說在台灣方面 如果你說立法等等等等 我不覺得數字資產立法的優點 是高於其他 一些民生或者政治的議題 所以我說 你要等到牌照是準備好 然後才可以大做 現在你又好像走著 就是法律 情況就好像香港那樣 那Uber算不算犯法呢? 你坐Uber算不算犯法呢? 司機有時候被人放蛇 那你做還是不做好呢? 他就是尷尬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說 如果你做這部分 就問些少 就算你出了薪 但是老闆都不敢大發展的時候 你始終的費用都不會很好 我說這個都真的 有點問些少 其他就分享回 極端些少 就擔心說 始終在台灣都有過戰爭風險 我說這個 永遠都存在的 不過是%有多少 你問我立刻是不是會打北韓 會打台北 我覺得未必似乎這麼快 但是永遠都是有這個風險存在 你住得台灣 套身套獎 我想都嚇大 都不同的領導人都嚇過你的 你還住在台灣 應該不怕吧? 但是情況來講 那個市況 都很關注我上個禮拜 問雷種的情況 我看到都是 預約的餐廳是相對難預約的 一些電話 或者用一些APP去預約 都是人山人海很難預約的 晚上的市況都是 例如年輕人那些地方 在信義區 酒吧區 那些 星期日都是很富豪 我眼看見的情況 都是不錯 經濟的活力等等 那些人都是 但是為了我 所以想問 就是你現在 你剛才說什麼 就是 你說啦 會不會香港的家長 趁暑期比 就去那邊 最後衝戰 那你在台北的市面 就是 你覺得 像遊客的人 多不多 那我住的那間酒店 都是 飯店都是多人 就是多一些遊客 就是我聽到一些廣東話 就是一家大小 那我猜它是一個 遊客的情況 那住那個零 本來我想預約另一間酒店 就是預約滿了 所以我才預約一間新的 試一試新的這間八店 那都不錯 那我還沒去到西門町那些 我想那些就更加多香港人 那但是信義區 就 可能地區 或者是 其他遊客就比較多一些 但是市況是 旺的 是多人的 就是 很活潑 例如 我們去一個 台北的民創區 我想大家都可能知道 就是有一個是 本身舊的 製造煙的 煙仔 就是民創區 那裏是 就是 成品 大家都知道香港也有幾間 我不知道都收拾了沒有 在 我六七年前才來過 那 那時候第一間 二十四七的成品廠 在敦發南路那間 但是現在都收拾了 那麼 有幾間成品都滿了 那些地區 但是在煙廠區那間 還是保持著 那 星期日都是有些 攤檔 有些 跳祖市場 等等 都是 文創的風氣都是 很盛 就是 很多 那時候 李克強總理想做 地攤經濟 沒有去到地攤 也有一個攤檔 但是那些 很活潑 我看到那些人都很肯 給錢買東西 我看到那些人就覺得 普通喜歡聖音 很賣 但是我看到他們就 好像都 有幾多交易 都不錯 那 嗯 除了 除了去了這些 就是文青的東西之外 那 又吃了什麼 吃了什麼好東西 哈哈 沒有時間 就是試雷種那些 那些 都是客戶 客戶邀請 就是 沒得說不 就是 都很好吃的 都很好 比起你也知道 倫敦那些餐廳 已經很好 那 那 都真的不錯 那 入座率 都是很高 很多人 都是不錯 那 所以整個 台灣的 市況 當然 台北都不代表台灣 倫敦都不代表 整個英國 絕對是有隱瞞 絕對是 就是 核子摸象 我只摸著 尾巴 就說 大象是一個 條狀型的東西 就是 forgive me 但是 如果我這幾天 看到市況 看上去 是 不太差 問一些朋友 如果 吃不吃AI的風口 那就沒辦法 你知道 適合風口豬都吃非的 但是如果你說是不適合風口 剛剛你是那間公司接待大陸客 那這些當然糟糕了 當然糟糕了 但是整體 我看他們都是 活潑 都是 有一個動力 在那裡 都是一個 幾 幾 幾 的地方 那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 第四節回來再說 OK Ciao